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是不是要有个统一的做法 避免拆同项一再引发冲突 那么甚至还要去破坏中正纪念堂 文化部只有宣布闭馆一天 恐怕是无法回应民众的诉求 因为在228事件的70周年的这一天 其实为何到现在还有许多的真相未明 那么加害者到底是谁 那么调阅档案还是有困难 国民党愿不愿意提供 那么转型正义还要等多久 那么这些期待民进党政府要去做的 是厘清历史的真相 还是如蓝军所说的 掩饰施政无能 延续仇恨呢 而蓝军执政时呢 只对228道歉 却一再地回避责任 是否也失去了话语权 只有挨打了份 那么现在连中共都要纪念228 到底企图为何呢 相关一提我们今天议探访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 中将好 大家午安 还有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洪孟凯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自身媒体人康仁俊 中央好的好 还有网路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文化部昨天宣布 为了避免对立 在修法转型前 中正纪念堂228当天 闭馆一天 来看VCR 得知228中正纪念堂闭馆一天 同派人士一早就来集结 挥舞国旗告举全民公审民进党 消费扭曲228的布条 向扬言下午要来丢鸡蛋抗议的 独派人士校正 伸锁的大门旁多了许多警力助手 对峙气氛一触即发 游客铺了空扫了信 权是因为文化部228前夕突然宣布 为了避免对立 228当天闭馆一天 而且在转型修法前 每一年都是笔照办理 为了尊重228纪念的活动 也希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来模糊228纪念的焦点 因此中正纪念堂闭馆一天 蒋庙的存在是一年365天都存在 228这一天一方面在纪念公园 就是等于是追师安抚 我们这些受难者家属跟社会的情绪 但是另一方面 以前仍然是开放 让这个在举行默拜 为什么其他364天不可以封管 独派人士痛批文化部 乌气耳朵就以为什么都听不见 不过总统府出面缓夹 说闭馆的决定 蔡总统事先早已知情 总统知道吗 或是院长知道文化部 要做这个决定吗 知道 所以文化部其实就这些相关的 可能我们应该院那边也其实都了解 尽管如此独派人士还是扬言 下午会前往中正纪念堂 丢鸡蛋抗议 就在闭馆的这一天 统独两派对垒 争议没有结束 反倒越演越烈 好那么另外民间团体呢 今天也在高雄成立南荣广场 纪念郑南荣为台湾民主自焚牺牲的精神 现场连线记者陈依盈 好主播各位观众 在228这个特别的纪念日里头 高雄市中华路上HH大楼 有一个南荣广场今天进行揭幕 由民事的董事长郭贝宏 董事长亲自来主持 现场您可以看到许多重量级的 这个立法委员 像是管碧琳及刘世芳 而稍后高雄市长陈菊 也即将抵达现场 而今天这个南荣广场 揭幕仪式当中最备受瞩目的是 现场有一个刚塑的雕塑品 名为台湾立起来 这个高有六米的台湾造型 耗时两年 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 一直到昨天晚上11点钟 才完成立在这边 所以相当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这完全虽然现在是由红布所挂着 但是它是一个台湾造型 而且是由15块的这个钢塑品结合而成 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尾这个屏东 要撑起几乎是整个台湾 相当的困难 这个整个载重都要计算的相当的精密 稍后这个仪式典礼即将展开 先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现场的最新状况 已经是就做了 先将镜头交还棚内 那么稍后有最新情形 也随时会有连线报道 那么回到我们的讨论主题 中正纪念堂昨天决定 在今天要闭管一天 希望能够降低对立 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地不断发生 拆同向引发冲突 来请教任俊怎么看 那么闭管一天就能够避免对立吗 那再来就是说这么多的这些冲突 那现在还有很多的校园 各县市政府其实机关内 都有这些讲工同向 那民进党政府 势必应该要有一个 统一的标准跟做法 那么否则如果说 一再的发生冲突 其实也是会激化对立跟仇恨 我想要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会有一个难度 成都比如说这样子 228闭管一天的这件事情 那有一些不同立场主张的人 看待闭管这件事情 我想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刚刚你看到 蔡定贵蔡教授就讲说 那一年365天 你只闭管这一天 那其他的时间呢 对于他们来讲 那个中正纪念堂的存在 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一个对他们来讲 可以说是一个图腾 可以说是一个印记 或者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伤痛 可是对于不同立场的 另外一边的人来说 或许会认为说 那你今天把这个给闭管了 他真正能够代表的意义 是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 他真实存在过 陈如宁刚所提到 我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校园 或者是一些政府机关 或者是一些地方 某种程度 还有一些所谓的同向的存在 可是你基于某种程度 比如说我讲校园自主的概念好了 就是说你现在要求他 全部都不能有 或任何地方都不能树立 会不会又对某一些人来讲 又产生另外一个情感上面 所以很难有同一做法 那就让各地 各机关去自己决定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政府他在他能够允许的范围里面 或他被授权的范围里面 他做了一些 他觉得他可以做的 比如说在中正纪念堂里面 他现在开始去要求说 你就不要再放这些所谓的纪念歌 不要贩售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那这是在你的权责之内 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民主的进展 是来自于经过了这么多年 二二八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很多民众来讲 过程这件事情 其实大概心里面 大家都有一个想法 跟一个了解 那现在问题在于是透过这些 更多的档案解密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会更想知道 叫做动机 或者是他当时到底谁予以授权 所以一个是过程是指事件的发展 讲到动机的话就牵扯到人 那我觉得这里面 他就会产生更多的一些的一些 或者某种程度来讲 各自在各自的立场上 会有一些 一些不一样的表达 可是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二二八这件事情 不管蓝或者是绿 我想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是 这是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个 我们很不愿意 他再发生一次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伤痛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 现在透过所有的档案的解密 那政府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既然你把它给解密了 更多的文件 你现在已经讲说 我预计在这个二零二零 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他会把这个所谓的资料 能够做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解读 这样解读出来之后 我还是 我还是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说尽快让这整件事情成为一个历史 该纪念的 该去表达的 或者我们 我觉得应该大家全力去防堵 未来再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 对 那究责的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很多国民党的朋友来讲 我也私下来问他们 像这个孟凯这些 很年轻的这一辈 过去那一些人 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 由他们来扛下这所有的原罪 对 很多人来讲 他们也觉得说我也是很沉重 其实也没有必要 其实没有这样必要 好像每次到这个时间 就大家都开始骂国民党怎么样 那现在所有的国民党 全部被骂到头都滴滴的 那我觉得也太沉重了 所以尽快把这件事情 有一个真相的出来 过程 我还是这样讲讲 过程大家都理解 我现在很多人想要知道是动机 那这个动机就包含了 就是为什么 你比如说以前大家认为说 陈怡在这里面是办了一个角色 可是他是不是写信 去跟蒋介石说 蒋介石后来派了兵 那蒋介石派兵的这个动机 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讲说 他就是故意的 有人讲说他是被蒙骗的 那我觉得透过所有这些文件的 越多被曝光来讲 或许更能够勾勒出 一个大概的状况 我只能讲这是一个大概 其实这也是28的一些受难家族 他们非常希望这个真相能够公布 因为现在还有许多的档案 其实是散落各地 包括民进团体 或是政府机关 其实有些档案都还没有公布 只是说现在我们在讨论 这个事件 它有很多的面向值得去关注 那也就是说 曾黎君他说 这个228纪念日的当天 中正纪念堂要闭管一天 要避免对立 那请教学生怎么看 是不是能够避免对立 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 包括辅大校园 包括基隆市 包括桃园 人家都发现说都有很多的蒋公同项在其中 那到底要怎么处理 是各机关自己处理好呢 还是说民进党中央有一个统一的做法会比较好 我觉得如果你让各机关各县市自己去处理的话 你等于把一个应该由中央定调的一件事情 散到各地去 那各地各政府随着主旗市者的立场不同 会呈现落差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台中觉得蒋介石的同项要拆 那结果另外一个南投县觉得不要拆 那台中的市民要不要跑去南投县拆他的蒋介石同项 因为跟我立场不一样 那你也在中华民国国内 我主张是这样 你主张是这样 我必要讲的是 就很乱就对了 就这几年以来 更特别是我们原先以为民进党上任之后 228的整个纪念 真相跟定调会变得越来越稳定 但没想到今年的冲突比以往要多 而且多很多 包含了你看到拆这个蒋介石同项 甚至今天统促党也跑出来了 统促党跑出来做什么 因为那个中正纪念堂的那个是这样扮起 他又跑去又把他再拉起来 然后大家又打成一团 那甚至包含了昨天 这个228相关的专书发表会 又有人闹场 大家又打成一团 甚至连中共都来凑一脚 他说228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开研讨会 我们也来做纪念的动作 我觉得对民进党政府而言 你必须要思考一件事情 不管你做出来结论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这个不可能每个人都同意 但你必须要越深入越开放越完整 然后大家才能继续往前进 因为现在有一个状况是每逢28 大家好像困在这里 受难者家属觉得自己没有被照顾到 连受难者家属本身都有比较有名的跟比较没有名的 那他们也觉得说那你平反怎么好像我的副职辈没有那么有名 当时没有受那么多教育 结果他们就没有被平反 那甚至包含了这个到这个时间点大家就谈同像 但同像本身其实是一个没有生命也毫无意义的东西 你纠结在那一个死物上面 不如来关切现在还活着的受难者家属 甚至包含了后续的教材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要好好思考一件事情 你们已经执政了 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能只是一个文化部长出来讲 好每逢这个228我们就避管因为避免冲突 那难道228以外228的受难者或者是反对蒋介石的人 不会去闹场吗 不会去冲突吗 蔡定贵会说不好意思 我只有228要去中央紀念堂冲突 我其他时间不冲突 他也不会这样主张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要有一个执政的高度是 我已经执政了 所以我要做一个定调跟一个确认的动作 那大家接下来就往前走 否则每逢这一年我们就开始追究 然后说谁还没被处罚到 谁被补偿的不公平 我觉得这个对国家来讲整体是不好 民进党要负起执政的责任 的确每到28这一天恐怕有很多人就纠结在过去 那如何避免纠结在过去 那么勇敢的正向的往前走 是现在民进党政府的一个责任 来请教赵雄怎么看 刚刚其实这个学员也提到 这个蛮多有这个建设性的一些提议 那包括就说这个闭馆一天是不是足够 其他的部分是不是中央要有个统一的做法 那包括就说各地机关的这些 所谓的想通通向要怎么处理 那今天我们看到陶温市府 他是说暂时不移除 他是想说以后也许他们的市府 做统一的这个空间规划 那再做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出 郑文燦市长他也许做法是比较缓和 但可能就是别的市长可能就不一定了 你说这个标准拿捏怎么样去做呢 对先讲一下文化部做这个闭馆一天的事情 其实在行政上面是对的 因为毕竟执政需要避免冲突 然而就像学员所讲的 其实你看我们是七十周年了 那其实从李登辉前总统代表政府道歉以来 其实将近二十年 二十年来到底除了每一届的总统都道歉以外 还有哪些东西必须要做 我们查一下史料 其实你光从一个死伤人数的议统 大家就很多争论了 过去以来有人讲过几百人而已 没那么严重 甚至有人讲说数十万人 但现在调查出来大概一万八千人左右 那这个事实到底能不能水落石出 是很重要的 就如同刚才这个人卷所提的 程序上大家可能有些了解了 大家也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纪念 必须要沉思 但是到底动机为何 所以有人提到 包括这个吕秀莲前副总统有提到说 是不是双元凶 除了这个彭梦契以外 陈宇以外 是不是还有蒋介石介入 这大家要知道的事情 那如同这个蒋家很多后代也提到说 那现在还没有论功过 为什么要把我 我们这个中共近郎给去讲话呢 那说得很好 如果功过还没有底定的话 为什么现在歌颂他 那倒不关起来 大家等功过都定了论以后 再决定到底要不要开这个中生纪念堂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性社会讨论的过程 就如同现在这个福大的学生去做抗议 其实我也很心疼 像什么时代了 大家还为了这个对抗威权的形象 而去做抗争 而且要被警察冲突 被警察抓走 其实我们很心疼 其实都会激化那个对立跟仇恨 其实这个是不需要的 这是不需要的 那其实我们以前去那个两讲园区我也吓了一天 哇 好多这个蒋介石的同像 在那个地方 其实也未为一个警官嘛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处理的话 也是不为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了 那如果要真的要纪念 你看新竹市交大清大附近就有家中正庙 然后拜的是蒋介石 如果他想拜的话他就去拜吧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我觉得不宜过去这样威权的崇拜 我觉得要把它做任何处理都可以 但是威权崇拜这件事情 在台湾的现代的民主化过程当中 是不允许的 但赵雄你觉得是让各地方 各机关去自己做决定吗 还是说现在中央要有一个做法 有个方向出来 中央做决定一定会有困难 执行上一定有困难 包括说如果是非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他会不会配合 有些权是他在地方的权 比如说市立的学校里面 国中小那是我市立的学校 你中央怎么可以介入 所以校园自己决定 有些是我市立公园 你怎么介入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或许大家认为说 中央执行下去 可能会比较统一性 但是在执行上面 我觉得会有困难 会有困难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把历史的真相给还原之后 要处理这些行政上的工作 相对就比较容易多了 来孟凯怎么看 国民党的立场 其实过去七十年 我们今天就说 纪念二二八七十周年 我实很简单讲 就是说真的会经历过二二八的人 现在最早已经七十岁 对不对 那照理讲就是说 现在台湾社会里面 普遍大部分的民众 其实是没有亲身经历二二八那一段 那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的伤痛 但是很多的后面 后代的子子孙孙 其实我们都是听口述历史 或者说听这些史料 来去看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当然绝对认同是说 要把二二八那个事件彻底的还原 那最重要的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要到底是追究说 谁的责任 谁的过错 当然这必须离经 可是最重点是在于是说 我们绝对要继续这个历史 永永远远不要再犯 因为那个是一个历史伤痛的过程 但是我必须讲是说 一九八七年 这边就解研完毕之后 到现在已经三十周年的一个时间了 为什么这三十周年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陆陆续续 由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都一直在纪念 都一直在平反 都一直在来所谓的 这个二二八的一个纪念的仪式 可是到今天 二零一七年的台湾 还在吵二二八这个事件 所以我们就不禁要请问是说 到底现在去讨论 二二八这个事件 是真的真相还没厘清吗 还是说有谁在制裁冲突 因为我们只看到受难者家属 没有看到加害者 没有看到该有的人 要负他该有的责任 但是这一点也就是说 过去的 不管是国民党政府执政 或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 其实都有经历过这个 这个过程 那其实过去八年 陈水扁政府的时候 他也有试图的 想要去来解释这个二二八 但是我们现在讲是说 是不是就有特定的族群 特定的一个立场 你就会选择性的去看 那个时候的历史 我想这个是 我们都不希望就发生的 我们讲说过去 有没有来纪念 这个二二八的事件 有 就像我之前在加害市政府服务 那个时候 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们加害市政府筹划了 一个陈陈坡的音乐剧 把陈陈坡先生的历史 生平全部都给搬到 国家戏剧院 那个是在中正健康 国家戏剧院 所以说我们可以想 民国一百年 在中正健康 国家戏剧院 我们来演的是一个 二二八受难者的一个生平 这是独目伟大 而且那个时候 黄明恩市长 跟这一位陈从光老师 陈从光老师 就是陈陈坡先生的长公子 还有这一位 是他的这个 第五个孩子 现在已经成先了 但是就说 我们都把他家属 一起请到 我们一起去把这个筹划 就是说 其实国民党来讲 从过去的 马英九时代的这八年 也试图的 一而再再三 我们就希望是说 还原那个历史的真相 我们并不是说 一定是今天要拖出来 把一个 就像有一些可能 国民党真的有还原真相吗 是 因为我们就试图的 该怎么样持平的 我们就把它给 真相给说出来 但是我们并不会说 因为说真的很简单 大家其实就讲 就是说 我们来追凶手 追加害者 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说 二二八这个事件 因为它并不是 只是一天的时间 它是二月二十七号 一直到三月多 四月多 整个台湾社会 那个时候好像大致平定 但实际上也还没有平定 可是就说那几个月的时间 里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有可能是 我们有看到 有一些资料是 本省人跟外省人的冲突 有可能看到的是说 是外省人的杀害 有可能看到是说 这个派兵过来 但是这一些过程当中 还有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 包括说日据时代才刚光复 包括说在台湾五十年来讲 还有一些日本人的 一些蠢蠢欲动 等等的这一些 其实都是历史的成因 我想绝对不是说 一个人说你今天怎么样 他就是绝对的攻 或是绝对的过 推给他就可以了 好 我们谢谢孟凯 我们先来看一个现场最新的情况 就是刚刚的南容广场纪念仪式 我们来看现场最新庆幸 为我们致辞 请大家 起庆祝 刘老师 陈老师 我想管兵立委 林大华立委 还有曾局长 还有新闻局长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大日子 日月八十年七十七年 我们很丁顺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这里笑脸这个特别的日子 以前我们所穿的两首歌 都是由我们在庆祝的李明洋西林 李明洋当事党 收下 小泰兰 先是收破的客户 台湾 他特别 叫我们爱在 日月八十年 我们要特别的笑脸 在日月八 这个 南大人立宿上 上帝充的这个事件 台湾 所犧牲的 整台台湾人的精英 在这个市台湾 他们也特别鼓励 我们大家 都会状牲的一张手 但是 不是为了恨 而是为了疼 我们大家 用我们的心 我们都会疼 状在台湾这个土地 让疼 可以 生金 法学 生重 让整个台湾 都唱脸疼 今天 我们要在高雄池 上海 这条六十米的林荫大道 以及中华一路的路边 我们要把台湾立起来 我们不是没办法 我们不是没办法 白白 想要以来 我们隔壁的大国 收起 实在是 到今天 我们如果想到 这个国家 要在整千粒的肥肥 对准台湾 我们就感觉 非常不爽 所以 我们今天 我们要把台湾立起来 堂堂正正的 立在国际的社会上 让我们隔壁的大国 知道 无法继续 脚贪 我们不需要保持 这个肥肥对准 我们的现状 这些现状 我们全体不得接受 大家说得对吗 对 加油 第二首歌 说到 百合之法 台湾在共同 台湾 会驚慌立起的 当天 在台湾立起来 最悲惨 最让我们感觉到 非常冰冷的 有一个日记 就是 19009年 四月斥斥 那一日 南龙 郑南龙先生 他比辟 要休息他自己 总是 休息他自己这个会 虽然是冷冰冰 但是 这一把火 也同时 燃起了海内外 无数台湾人 心中熊熊的怒火 那一日开始 我相信有很多台湾孩子 我们义无反顾 前仆后继 我们要驚向台湾 结国的行列 所以 南龙的犧牲 它会付出 这个生命 绝对不会被牺牲 所以今天在大家 现在坐这些 这个公道 虽然是真实 我们大家 好名 叫做 哪一龙公道 大家说 好吗 好 今天 很感谢大家 来到这个地方 我想 我们今天开始 我希望 我们要驚向 尚秀书市里面说的 台湾的春天 要驚向 官民的出头天 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国家 我们大家 作为来打拼 我相信 没有多个将来 我们一定会看到 台湾人 站在国家社会 堂堂正正的 立在国际社会 那一天 在这个地方 我也很赞助 大家 社会健康 万事如意 感谢 谢谢博士 好 我们看到 这是民事董事长 郭北宏最新谈话 台湾要立起来 那么也纪念 郑南荣 为台湾民主牺牲的精神 那么我们先休息 稍后再来关心 二八纪念日的 七十周年 为什么现在 真相仍未明 还有档案的调阅 是不是也陷入困难呢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每到二八事件前夕 各地都会发生 蒋介石同向 遭破坏或是颇期 受难者家属和学者 都认为 蒋介石该负最大责任 而台南市长赖清德 今天在追思活动上呼吁 公布加害者名单 写入教科书 来看VCR 2007年高雄市政府大动作拆了中正文化中心的蒋介石同向 让蒋介石走下神坛 接着全台刮起旋风式的拆同向行动 过去被视为国民党党校的政大 几乎每年都发生蒋介石同向遭到喷气的情况 校园该不该移除蒋介石同向 学生在问为什么要纪念筷子手 228事件谁该负责 要求拆同向的学生心中早有定论 但对国民党来讲却不是这样的答案 即使每年出席228纪念活动的前总统马英九 答案也很模糊 不论是228事件跟白色恐怖 他是当时国家的负责任 他当然是有责任的 那什么样的责任呢 我们还要留待我们后人仔细的去斟酌 仔细的去爬梳 才能够得到比较正确的看法 说蒋介石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觉得是确定之论 他是要有脉络的 你必须要从他前面的派兵的决策 一直到军队来了以后的指示 以及说一旦有了屠杀发生之后 有没有任何的军政人员负责 这不只是研究228事件学者的盖棺论定 这样的结论存在228受难者家属心里 2007年前总统陈雪扁 拆下中正纪念堂大中制政 改成自由广场牌匾 还改名民主纪念馆 即使重新装饰蒋介石铜像周边 受难者家属连踏进去看一眼都难 被家属视为筷子手的蒋介石铜像不该存在 台南市早在2015年 市长赖清德就宣布蒋介石铜像退出台南校园 今年228纪念活动上他更直接提建议 应该要让228的真相水落此出 也应该要公布加害者 并且把这个不幸的事件写入教科书 大家引以为戒不再发生 228真相什么时候大白 官方何时公布加害者 蒋介石的铜像要在中正纪念堂树立到何时 这些问题年年都在临时着 受难者家属逐渐衰老的身躯与心灵 好228的真相为何未明 那么马前总统说 功过还有待斟酌跟爬叔来请教仁俊 为什么70年了228的真相 还是没有清楚呢 还有在教育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教科书是不是也交代不清呢 我想过去确实因为时代的整个的 在运转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很多人在批评过去 这所谓党国一家的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 那有很多的文件包含很多的真相 事实上是被掩埋的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很多的文件 逐渐的解密之后 发现到了过去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念书的时候 我想仲将跟我们大概差不多年纪 总听过以前说蒋介石在西边 看余逆流而上 就开始觉得说 他一定要立下远大的志向 小时候我们真的念那个还真相性 最后变成就是人类民族的救星 对我们当时真相性这件事 后来后来长大开始念书的时候 就发现余会逆流而上的这件事情 好像跟那个事情有点不太不太搭的 那后来再慢慢的把很多的事情 都解密之后 你会看到事实上过去 有没有美化某些事 有那有没有掩盖一些事 我认为也有 所以现在所谓的真相 我一开始我就讲 对于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过程 那个过程其实不是只有我们 台湾媒体报道 你看到最近这两天媒体有在整理 当时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 事实上对于这些事情都有所琢磨 所以我想过程的这一块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 大概都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那后续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因为这段时间是我们共同走过来 只是在那个状态之下 好 过去一直追究陈怡的责任 那现在从这个文件里面看出来 陈怡他其实没有能力解决那件事情 所以他上书给蒋介石 去店请兵 对 那请请他请兵 那蒋介石派兵过来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想刚马英九从前总统 他讲的那一段话说 蒋介石当时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所以他当然负有一定的责任 某种程度 我觉得这个话是中肯的 那至于这个责任 大要扛到什么一个程度 例如说我想国民党或某一些的人士 他可能认为说 这个筷子手这三个字 或者是罪人的这两个事情 对蒋介石来讲 会不会太过于沉重 那可是对于这一些真的处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那些当事者 或者是这些他的后代的子孙来讲 或许认为这个名词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确实就是莫名其妙 我看了一些外媒的报道 假如说当时他们这个外媒的记者 在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军队就逐户的敲门 然后敲了门之后 第一个打开门了 就啪啪啪就把他给杀了 然后堆的那个尸体 就堆在街上什么 那些我也不认为是当时的媒体 那个外媒记者去给他随便乱写 就关在门里面写出来 他应该也是有看到那个状态 所以我其实觉得不管蓝绿 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应该好好大就去面对跟检视 为什么 文件在那里白纸黑字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做过度的解释 好 现在看得出来是 陈怡确实您刚所说的 有去电去给蒋介石 那蒋介石也没有做了回复 那他回复的动作 到底到后面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我认为他就让他如实呈现出来 那至于说228这件事情 事实上在教科书 但是有吗 是不是恐怕有一些档案资料都没有出来 所以你看嘛 他现在讲说137万页 我们现在讲的不是少少的东西 是137万页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史料 那真正对于这个整起事件 我想有很多的史料是来自于当时有一些人的家书 那有一些东西是可能是被收起来之后 那来不及销毁 可是我想大家更想知道是当时的中央政府的那一批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我不认为那些文件很会很复杂 那些应该是137万份里面的某部分一点点而已 那那些东西我觉得政府如果今天既然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我觉得蓝绿双方都希望去面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民的共识 大家都愿意面对的状态之下 就把文件如实公布出来 让大家去自己去做检视 我觉得在这边各自解读没有 就好像您刚刚想拆铜像的这件事 当时也是拆的乱七八糟 最后这些铜像去哪 去了大溪 大溪现在谁执政 民进党执政 那你像民进党讲说 如果今天真的有了一些偏机人说 那你要把蒋介石的铜像都拆掉 那现在那个大溪的公园 是不是到最后你看正文参议院 也来讲说好 那我们就把他铜像圈毁了 我也不认为他会 会仓促的做这样一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就是尽快的把这些 既然已经解密了 那大家有兴趣的 有意愿的 甚至我们政府可以派一个小组 好好去检视这一些的文件 把史料就公布出来 对的确因为二八都既然已经七十年了 这些档案真相 其实就应该把它如实呈现 来请教学恒 但是问题现在最大恐怕就在于 我们谈到过去国民党 就是几乎只提蒋介石的公 而没有提到过 那现在恐怕民进党也当然就是说 大家都只会提过 不会去提他的公 也就是说这样又可能又会陷入蓝绿 甚至是统独的这个争论 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讨论二八真相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为难的地方是 你只是讨论那一天吗 还是你讨论前面的脉络 跟后面的脉络 前面的脉络 中共就会讲说 对 这个是我中国人民 对抗蒋中正的一环 那这个脉络到底是不是正确 后面的脉络 其实有很多的文学界 或是这些二八受难家属的 这个他们所说的是 等等 危险恐怖的事情 不是发生在那一天 还有后续 是不是连白色恐怖 对 跟对这些家属的歧视 跟他们后来被列管 甚至被污名化 这一整段要不要检讨 要不要重新去思索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部分 要由执政党来下定论原因 是因为其实连中国那边也讲 就国民党这一次几乎 完全失去了二八的 认数的话语权 那既然国民党失去了 或是他相对弱势 那民党就必须要讲清楚 你要不要考虑前面 因为的确中间可能有 共产党的理想在里面 那中段杀戮 跟后段的白色恐怖 迫害 你要整个如何去切割 或者你不要切割 把它当成一整个脉络 那白色恐怖 是不是要进课本 进了课本 坦白讲 那更直接问题 那就是要不要卡 那也就是 你接下来的课本里面 是提及当天的悲剧 但是把这个所谓的 加害者孤影齐名 或者是就像刚刚赖清德所讲 那加害者名字要写下来 而且我考试要考 要背 那这个对于整个教育体系的立场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你追究真相 究竟是为了鞭尸 还是为了大家往前进 我觉得这个东西 真的很困难 可是民党因为执政 他一定得要选一个位置 站好才行 不过学恒 我再加问 你竟然提到 因为中国他今年也特别 去纪念2月8 那就让人家觉得 他到底目的为何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显然就像国民党一直不愿意去公布档案 他也不愿意去面对 那显然他就失去这样的话语权了 对不对 那现在中国又来纪念 那显然又把国民党又踩在脚底下了 对应该这样讲 我们就一个战略角度 中国的意思是 现在228这件事情 我绕过国民党 我来定调 这个是当时如果没记错 他是27军 这个对抗蒋介石暴政的起义 所以他等于是我又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包起来 甚至当时他还讲 毛泽东还讲说 我们应该要支持台湾民众 起义独立争取自由 那如果他用这个包 其实对民党政府而言 就陷入一个很为难的状况 就是难道我要同意中国说 我们其实是这一次 2-8事件的始作俑者吗 还是我得要发展出自己的史观来 我觉得这对民党来讲 这就是为难的地方 因为中国那边有高人 开始明白说 如果国民党已经不行 诠释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绕过去 那接下来你到底台湾要怎么走 会变成很关键的事情 是的确 因为其实中国一向是都会抢占 这个所谓的历史的话语权 由他们来诠释历史到底是谁对谁错 来请教焦雄 这个部分怎么看 这个所谓的档案历史 是不是应该把它如实的公布 是不是还有困难 档案法的部分 现在可能要VS个资法 有一些这个机关恐怕就说 因为个资法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公布 没办法提供 这个部分是不是要突破 对 刚才不管是蓝绿的代表 包括马前仲 赖市长都希望水落石出 所以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把资料如实的呈现出来 那当然讲说这个个资法等等 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历史的需求 或学术研究方面 大家可以信任的话 或许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 不过我先提一个就是 拆除铜像 跟这个228是不是有必然关系 其实基本上是有部分关系 就是说拆铜像对我们来讲是去威权化 所以我们不认为在 在如同北韩一样的国家 还把所有的过去的这个领导者的铜像 放到那边 我还记得我国中的时候 进圆环的时候 要先跟他鞠躬 没有鞠躬 还要被登记起来 还要记过的 对 我觉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一个 更健康的社会的形态出来 所以我觉得不应该 到处都有这个人的铜像 或者是这条路就叫中正路 或者叫介石路 而且还有这个介收路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社会 应该有了一个反省 那如果讲回来228 但如同我所讲的 刚才这个资料水落石出 是大家的共识 就如同过去历史史官都要记载 那史官最喜欢记载的是什么 史官他记载的重重点是在于说 给后世 或者给当代的君王一些反省 一些检讨 那相对228也是如实 刚才所有来宾都提到一个 228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不可能再重复发生 我也相信目前的一个体质状况 也不会发生 但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 一定要有 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根 如果对过去历史 没有了解的话 没有真实的这个呈现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健康 一个社会的一个呈现 所以这个如何去做调查 然后相关的法令如何订定 竟然是一个很好 检讨的时间 对 因为对民进党来讲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你好像很仇视蒋介石 不过慢慢的这个社会健康的状况底下 把所有的资料拿出来看 以前我念书的时候 这个李小彭老师跟王小彭老师 两个都会辩论 统图大辩论 那现在更一个公民透开的社会 现在的一个资料 不同的这个学者都可以公开辩论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积极来做 对 不然因为蓝营一直攻击说 绿营是在这个消费228 那相对的中正纪念堂说转型 所谓的转型如何转型 但这个转型会不会也就 陷入一个泥闹 又陷入同都又陷入蓝绿 恐怕这个转型会很困难 对 其实你刚才提到说 比如包括中国 他们为什么要对228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你说会不会有说服力 完全没有说服力 因为所有人看得出来他的阳谋 他就是要做政治操作而已 那如同现在一样 如果现在大家只是蓝绿的对抗 等于摸取部分的利益的话 那或者是你要去争取 你这个媒体的曝光 或者是未来要想要选举干嘛 这些都行不通了 所以应该要让这个事情 有个很好的平台 能够好好讨论 的确 来 孟凯 国民党这部分 恐怕这个所谓的档案法 因为党使馆好像还有很多的资料 档案等等 是不是应该就把它公开出来 不要当作宝 对不对 那同时你们的话语权 如果连中国都抢去的话 那说实在国民党 就真的只有挨打的份 我觉得是很简单 就是说现在大家 当然公开资料 然后厘清事实真相 这个是所有人的共识 但是什么时候才叫做 真正的厘清事实的真相 这个就是大家各自解读 怎么说呢 因为今天国民党 会认为是说 我们从1987年 一直到现在30年过去了 我们试着要把228事件还原 民进党政府也曾经执政过 也试着把这个228事件还原 但是还原到现在之后呢 各自还是有各自的解读 就是各自想要得到那个答案 我很讲的是说 为什么会一直有一些民众讲说 没有加害者 没有加害者 其实很简单 就是希望是说 听到加害者就叫蒋中正三个字 那如果说没有讲到说 加害者就叫蒋中正 好像就是这件事情还没有落幕 那一样的道理会觉得是说 好像国民党的党史官里面还有 很多的资料还没有公布 你一定要拿出来 可能到时候一定会找出哪一份资料 是蒋中正叫派兵去屠杀台湾人民 但是事实上有这个资料吗 我说实在话 我并不是说为70年前的历史事件 辩驳 刚刚一开始 可能要去找 因为当事馆这个年代久远 真的要去找 赶快要抖力 就是说我们认为是说 我们可以公布 该公布我们就把它公布出来 但是你会觉得是说 你还有藏着什么资料 没有拿出来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网路上各位民众 也一定可以看得到 就说这有一份资料 是说那个时候 蒋中正的这个手稿 他讲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严禁军职人员 实施报复的手段 他那时候告诫陈宜 有没有 告诫台湾的这个成长官 严禁军职人员 实施报复手段 那个时候提出来 是不是说代表是说 他其实派兵镇压完了 就不要再有任何报复 可是马上又会有民众会觉得说 没有啦 这个只是写给人家看的 好看的 他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 如果说我们连一个说 真正的一个史料拿出来 都还被各自解读 无怪乎可能大家会一直觉得说 还会有一些什么 这个存起来的秘密的答案 但是我说实在话 二零一七年的台湾 真的不应该是说 叫再怎么想是说 到底是谁 然后到底是怎么样对立 而是想是说 我们不要让这件事情再发生 但我回过头来讲 是说现在 现在有两个不同的面向 拆除蒋介石同像 跟二二八纪念 其实是两回事 我们先讲说中正纪念堂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你不能去拆除 蒋介石的同像 而是因为中正纪念堂 在二零零七年 他被文件会列定为国定古迹 二零零七年 那个时候是陈水扁政府执政 陈水扁的文件会 把认定为中正纪念堂 是国定古迹之后 国定古迹就受到文治法的保护 也因此昨天我们具名 到地检署去告发 所谓的这个独派人士 或所谓的这些人士 他们想要在今天二二八中午十二点半 说要去拆蒋介石同像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用的是 社会秩序 唯物法第六十三条 以及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 就是所谓的煽动跟老乱秩序 我讲说这些事情 就代表是说 中正纪念堂 为什么今天还会有 这么大的一个冲突跟对立 其实就是回归到说 现在的主政者 在上个礼拜六 为什么会突然丢出一个 说要所谓的去讲话 要停播讲功纪念歌 要停止贩售讲功的商品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如果我们现在可以很持平的 看这一段历史的话 其实真的不要再意识说 这个是一个什么讲功的商品 然后这个会怎么样 因为大家其实都没有经过那时段 而且大家经过这些史料的判读 都可以很持平理性的 对 停卖消息 国民党是没办法接受 没有 我没有说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就说这件事情就是 那为什么会这个时候突然停卖 因为一定会有真的无风不起让 一个池子的瓶颈的水 你突然丢个石头 就会引起波澜 一样的我现在讲是说 就是因为今年是 蔡英文政府重新执政的 第一个二二八 我们一直觉得是说 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 二二八可能因为过去的 这些年的这个历史的资料 呈现公开 应该会更加的瓶颈 但是没有 而且看到就是说 开始了各地风火 学生什么都去 对 就去用这个蒋介石的铜像 那这一些事情 这些学生到底是被谁煽动 或者说因为怎么样造成对立 我觉得这一些事情 都要回归到执政者 执政党要有高度智慧去处理 好 孟凯我们先休却 我们先休却 马上回来 好 二八事件七十周年 现在连中国都来抢占话语权 任俊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 当然他有一些 他自己的想法 比如刚刚学恒兄 讲的那个观点 就是说 他已经看破国民党的手脚了 那如果是这样 我干脆打折水棍上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在最近几次的历史事件 跟历史人物的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其实很琢磨在台湾的这一块 他要表达他的立场 比如说过去有没有一些退降 跑到中国大陆去 那我们也去理解我这些大学长们 然后这些退降 你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 那他们讲了一个事情 我倒觉得某种程度 中国大陆是达到他的目的了 因为这些退降讲说 在台湾都没有人要纪念了嘛 我们干脆中国大陆要纪念 人家觉得孙中山是国父 我为什么不能去纪念 那你看到在228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 他就是在玩一个所谓的两手策略 因为他真正想要做的一个很大的目的 是告诉大家讲说 这个台湾的历史 我们其实没有自觉于外延 中国大陆一直有台湾的 这个统治的这样一个 一个主权的概念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定义成为 叫做台湾人民要对抗暴政 那这件事情说实话 你如果真的从历史的脉络进来看 这个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 因为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 以前国民党教育 我们这一辈 讲说共产党就是叛乱团体 你们这些 我们以前叫土八路 就你们这些人 其实不是正规的 那你想想中国大陆 怎么定义蒋介石 他一定从这个方向 也来看蒋介石这一块 所以他现在很明白 就是告诉他讲说 台湾的那一段 其实中国大陆 他们都有在关注 那我觉得他在讲的就是 我觉得他就是一统战的做法 告诉大家讲说 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 是不会被切割掉了 所以你看他开始慢慢的 逐渐的扩大纪念 甚至开始表发表他的评论 即便这样的一个评论 对于我们来讲 有时候讲说真的是荒谬 我说荒谬的意思就是说 他用的字也没错 就是说台湾人民对抗 可能要对抗暴政 或对抗蒋介石 当时那样一个不合理的一个 一个压制的作为 感觉像他是不是要把台湾的 不管政治 文化 经济 甚至是二八 通通南瓜进来 这都是属于中国内政的部分 我觉得他开始去正视 这个台湾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 在以前他不碰 因为他就认为说 讲说你们台湾是这样的 但是你才会发现到他开始 所以我就讲说 在孙中山这一块 你知道中国大陆内部有一些人 他其实开始去省思 讲说他们很后悔改国民的这件事情 他认为如果当时就是不要把它改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事实上他就一脉相承 所以你看以前早期 他也不纪念孙中山的 但是后来这几年不是 开始把孙中山分为国父 然后开始不断的 有些纪念的活动 开始广耀海内外的这些华人 去那个地方参加 为什么他要讲一个正统权 所以我觉得你看中国大陆 现在在这些事情上面 处心积虑的开始做这些事 那我们现在的民众 面对这整起的事件 该怎么办 我其实认为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你看到我们现在标放出来 是人民解放斗争 解放斗争是谁的词 从来台湾没有用过这种事情 没有用过这种词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我其实在某种程度 我支持孟凯讲的 也就是说孟凯站在国民党的一个立场 他去表达就是说 那蒋介石他其实有一个正跟反的 这两边 那他希望能够把事情给呈现出来 可是某些时候 我也必须要讲民众的观感 当民众看到国民党在谈228的时候 他永远只希望告诉 永远希望强调的就是 蒋介石有好的那一面 那我也从来没看过 国民党的人讲说 你看我们有的这个史料里面 不只是讲蒋介石讲说 不要去这个什么秋后算账的这种文件 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文件 在国民党的当事官里面 确实有蒋介石他参与了 228这事件的这种 我不知道孟凯看过没有 但我想民众会有这样一个疑虑 因为你就可以拿到这张 你才能拿不到 国民党到底我们意识到 中国他的企图恐怕就是连你中国国民党 都要把你南瓜进来 统统变成 因为他说跟省级冲突无关 跟台度也没有关系 是啊 所以你现在想想看 中国大陆的那个论调 如果放在国民党上很伤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是在对抗暴政 他就是在解放斗争 你看当时的国民党就是这样话 当国民党已经败选的时候 又踹他一脚 这个对国民党就很尴尬 因为国民党一直告诉大家讲说 其实台湾可以 就是他觉得说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怎么样这一些状况 其实都是一个很持平来看 我相信就说 大家还是要相信说再怎么样 我们就是拿出来 一无一时的把对抗资料摊出来 但是就此番平坦的 是否可惜